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回书正说到 两帮未强来访周大拿 周大拿就从留守庙据典 把自己的姑爷真有心叫来 这真有心早就想反正 一看这机会来了 这才反水归正 要归顺八路军武功队 就把未强两帮带到了留守庙据典的东炮楼上 调虎离山 把顶天雄 假有意 调到了东炮楼 一进门 就被抓住了 把这个小子给戳死了 然后这尸体藏起来 刚藏起来 野兮队大队长 白眼狼黑蜜蜂刘奎来了 这真有心吓了一跳 接到外边 因为才知道 刘奎奎今天要到这来检查房屋 明天要用48名儿童做化物实验 今天晚上能不能检查吗 那么真有心 这才就带着刘奎盛上炮楼 刘奎盛带俩护兵 其他的野协队的人 还在军用卡车的团党上面下来 为什么呢 这里检查完了 还要到葫芦岛检查检查 因为刘守庙就在这保定 南城门望东一轨 敌人的眼皮底下 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地方 会出事 所以说刘奎盛大胆地跟着真有心 上楼走 上炮楼 但是刘奎盛这个小的多疑 心说 我怎么看着这个真有心 有得变貌变色呢 难道说这里边有什么小九九 不行 有备无患 所以说这个小子偷偷地就把右边这只枪盒里 那个大镜面二十项的保险它划开 把那鸡头偷偷地叫起来 叫起来抽枪就能打人了 保险关的鸡头没叫起来打不了 这个小子把这个打枪的准备就完成了 果然一进门 有两个枪盒就把他的脑袋给顶上 刘奎盛吓得三楼出了一身白毛汗 新的话 我的妈 完了 为什么完了 枪顶住脑门来 你的手再快 人家手指头一动弹 打死你 所以这个小子不敢动 别别别 好说 好说 有话好说 看小子眼睛那么一扫 一眼认出两棒来的 新的话 两棒 真有你的 原来是我弟弟刘奎盛手下的武术教官 现在归了八路 那么另一个人呢 他不认识 魏强他不认识 知道魏强 但是没俩人见过面 新的话 问这也是八路 真有心真有心 你把八路引来了 好小子 我今天要死不了 我好好收拾你 他一开魏强 他把那个眼睛往盘一扫 这个小子把枪拽出来 他想打不一枪 啪 噔啪 那又是怎么回事 啪 打着了 打着谁了 打着刘奎盛了 那又说你硬活扯 刘奎盛自个打自个 不是他打的 谁打的 梁邦 梁邦 梁邦这个人可了不得 武术教官不能白当 用这只手枪 顶着刘奎盛 这只手 这里还有只枪 双枪 一看刘奎盛掏枪 啪一枪 把他手外打动了 噔啪 大镜面落地 梁邦说你还想动他吗 你再动他 我再给你钻 不动了 不动 我以强心的话 我还让你动吗 这家伙挂了双枪吗 把这只枪 掏过来 两帮伸手从地上 把那只枪点起来 来人 棒 来人棒 这个地方有人听他的话 有人 谁 真有心手下的人 一看着真有心反正了 都听他的 上墙来就把刘奎盛 五花大帮 给他绑上了 那人说这刘奎盛来 后边没跟俩围兵吗 跟着呢 跟着上哪去了 让真有心手下的人 也给绑上 刘奎盛在屋里绑那俩 比他还早呢 早就给绑上了 把这仨人推到一块 这俩人呢 怎么处理 这都是小事 主要的就是刘奎盛 不能随便杀他 为什么 这个家伙罪太大 得交给抗日政府开公审大会 宣判他的罪行 就这么 把他压起来 你看这个战斗结束很快 很利索 咱说的麻烦真是快 这叫说是吃那是快 卫强者才来到了这个炮笼上 那不有枪眼吗 冲着枪眼往外喊 往对面的青沙帐来喊 长江长江 我是长城 长江长江 我是长城 赶紧会合 赶紧会合 这一喊不由你 惊动了对面青沙帐里的贾政的人 心说 队长成功了 这才冲出青沙帐 一看军用车上的是夜袭队 啪啪啪啪 这枪给他打上 长江春 把他歪 把他机枪一扫 那些夜袭队 稀里糊涂的做了鬼了 为什么 没想到那青沙帐里还有富兵呢 那时候没还枪 也还了白还 瞎打的 稀里糊涂的就做了鬼 单表贾政等人往里冲 真有心让人把他吊桥铺平 大门打开 把他们接进来 魏强吩咐 来啊 我真有心 赶紧把这两个楼上的伪军集合起来 给他开个小会 好嘞 真有心 这才往外去传 东西炮炉两个楼上的两队伪军 就在这楼下集合 魏强说 甲派的 给他们上上政治课 好嘞 再看甲政一纵身蹭 旁边有个碾拖子 他上了碾拖子上面 魏军弟兄们 大家敬一样 别说话了 下面我给你们上上政治课 我是谁 您不知道 我自己抱抱家门吧 八路军武功队 第一小分队 侦察排长 我叫甲政 5月1号 5月1号 西特勒 逼兵 5月2号 苏联红军 占领了德国首都 五波雷 5月8号 德国向同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国际形势一片大好 那么咱再说国内形势 国内形势是这样的 太行山 八路军主力兵团 马上就要下山 八路军的大反攻就要开始了 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 他们呢 是兔子的尾巴尝不了了 秋后的蚂蚱 蹦的不了几天了 魏军弟兄们 我劝你们呢 赶紧反水归正 投靠我们八路军武功队 早投的比晚投的强 投的比不投的强 今天我们已经把这个炮楼给端了 那个顶参修已经给毙了 再告诉你们个事 刚才野戏队大队长刘徽生 被我们逮起来了 外边的野戏队也都消灭了 我们很快打开宝定府 红旗暴洁活抓老松平 到那时候你们再逃可就完了 大伙说是不是 那委军一听我的妈 都这样了 对对对 你说得对 说得对 我们都用 你说得太好了 掌声一批 别拍巴掌了 咱们来点真格的 你们是当拔路呢 还是回家种田 愿意找的发路费 愿意留下的 我们欢迎 现在 你们就表态吧 我们当拔路了 我们起了 我们反正了 好 那位说就没有一个 不乐意当拔路那么有 也就不几个 没钱都发个路费 有钱都不要的 那么这里呢 魏强这才命令 真有心 领着武功队 就打开了牢门 把那48名儿童给放出来 然后赵清田 双枪姑娘王丽娜 双枪老太婆 这三个人 带着反正的伪军 和这48名儿童 连夜赶奔西湾庄 你说这晚上啊 这儿童啊 得转过天来 再送回哥村去 现在不能送 没时间 那么余者呢 就上了军用大卡车 上他不就死是吗 扔下来 扔了 那么魏强呢 就扮成了 夜席队的队长 刘奎生 其他的武功队员呢 就把夜席队的衣服 扒下来了 把他们的衣服换上了 坐上军用大卡车 这李东山开着车 两帮真有心 都上了车 这才离开了留守庙 开着车 动本西南而去 两个炮篓子没放火 为什么呢 这儿离得保定太近 怕那敌人有所察觉 影响他们下一步的行动 所以说先留着这玩 他也跑不了 是不是 也就是早一回 晚一回的事 那么军用大卡车 往西南走 也就二十来里地 很快就到了 到哪了 葫芦岛 这个葫芦岛在什么方位 咱说了大闹 清河镇 您都知道清河镇 它就在清河镇的西南方向 离得清河镇不远 周围是一片水 是葫芦形的 叫葫芦 湖又叫葫芦湾 这里边是一个葫芦形的 一片陆地 就叫葫芦岛 这葫芦口冲着南 葫芦口是陆地 接着外边的陆地 这辆军用大卡车 就在葫芦口停下了 这就是巨点的大门 外边吊桥 挑着有防护沟 大门关着 门口有哨所 里边两个伪军 关着三发大盖枪 干什么的 哪部分大 从车上跳起来 真有心 沙冰兄弟 奔施我了 这上面有电灯 望下一照 这不真队长吗 真队长 你怎么来了 是不是要见我们队长 是啊 我猛兄在吗 在 告诉他一声 就说我来了 叶西队队队长刘契胜来了 要检查防护 好嘞 稍候了 少兵 少兵望了一句 船时间不长 天光出来了 就是真有心的磕头的大哥 现在是葫芦岛镇守伪军小队队队长 赶紧吩咐把大门打开 吊桥铺平 想跑着出来 哎哟 我这兄弟你可来了 想死我了 好长时间你怎么没来 大哥 我也忙啊 今天晚上不光我来了 我告诉你啊 叶西队大队长刘契胜大队长来了 要进葫芦岛检查防护 明天不做化物实验吗 是啊 我知道 电话也过来了 说刘队长来 我们都准备好了 茶水点心都准备好了 是吗 那好 刘队长挺累 就别下车了 咱们直接开进去 可怎么样 行啊 请进吧 就要这么着 魏强他们没下车 他汽车就开进了葫芦岛 直接来到了这西炮楼下就停下了 再看那田光 就在这个车前站着等着迎接 迎接谁呀 刘契胜 刘契胜的官大呀 刘契胜大队长 他小队长 官大一级压死人 恭恭敬敬在那街 一看车门开了 从上边挑起个人来 一看那个个头 这个腰胯这个身价 长得和刘契胜一模一样 咱说了他俩相貌相似 就是这个眼睛不一样 现在戴的墨镜 你看不见里面的眼珠 所以田光就认为这是刘契胜 队长 请 楼上请吧 好 楼上请 再看魏强迈步 这就要往楼上走 那么贾政等人下来 也要跟着 魏强往后边一摆手 这个动作 甲镇多聪明 一看就明白 队长不让我们上 为什么 让他们在外边 一应有变 万一有什么变化 都上楼了 让人堵了窝了 那了的 作为一个指飞官 那脑袋 这好使 魏强这个决定 还真就好使了 要不然那就坏了 往下您听 单表魏强这才上了炮楼 那么梁邦也上了炮楼了 咱后边 真有心 田光 跟着也上楼了 来到楼上吧 大家落了座 那么真有心就说了 我跟你介绍介绍 这位是我师父 梁邦 梁大侠 您好 这位 我来给你引见 这位就是八路军武功队 第一小分队的队长 魏强 天光一天 下着也哆嗦一蹦 你妈 魏强怎么来了 真有心说 你蹦什么 坐下 我坐下 你别害怕 不害怕 就是哆嗦 哆嗦就是害怕 你这人真奇怪了 以前怎么跟我说的 你不是说要投八路 就是没机会吗 今天八路来了 你怎么哆嗦上了 是 这可能是惯性 是啊 我是想投八路 可是八路才能要我 魏强说 如果只有你真心投八路 我就要你 你现在给我决定 你想不想投八路 想 想不想投 那好 现在你就是八路军武功队的战士了 真的 真的 那可太好了 我说 兄弟 今天晚上这个 他那个意思 今天晚上你来干什么 梁邦说的话 既然你和有心 你们俩是磕头的把兄弟 我也不是外人 我是他师傅 师徒陆父子 好好 那是您是长辈 您是长辈 今天晚上 您到此有何贵干 您赶紧说 我肯定照办 梁邦就把来也啪啪啪讲随便 田方一听 好 我帮忙 我现在投八路 我就给你们干了 这个话我哭 我告诉你在哪 这不是炮楼吗 炮楼后边 北边 那有个湖心岛 湖心岛上有五间房子 五间房子里边都堕满了 全是化物库 那好 有船吗 有 有个五人舱小船 就是一只 那我们就划着的小船 去炸化物库 慢着 你别去 我告诉你 这周围都有水雷 您要是不知道这个通道 不知道那个秘密通道 怎么拐弯 你要过去 你不能到跟前就帮你炸楼 炸了你 你完了 那个化物库有点没事 为什么 立着它有个距离都算好了 还有这是 那是 你知道怎么过去 我知道 一个秘密通道 我不说 我知道了 标记 我去 我肯定炸不了 别人去 不知道 到那就炸死 怪不得 这个化物库建立在这个地方 去了你 还有人知道 你知道 东跑楼上还有个鬼子 做成小队长 他知道 就我俩知道 别人都不知道 围前说 那好 要炸那个化物库 怎么炸 怎么炸 我这个楼上有地雷 咱把地雷带上 然后围着化物库 咱布一圈雷 把它倒火索 忍出来 拉开一定距离 咱一拉 停 那就炸了 围前说好 那事不宜迟 今天晚上都马上行动 咋 话不哭 好嘞 我偷钱带路 这个田光说的话 偷钱要带路 刚说到这 话音还没落 就听那个楼下 有人说话了 别带路了 走不了了 投降吧 再不投降 死了死了你 这个左腾鬼子 是个小队长 在东楼 他怎么知道的 是田光手下 有个小队长 姓狗 叫狗佩朱 狗佩朱是谁 田光手下的副小队长 他是狗瑞田的族地 这个小子做梦都想 升官发财 他们一落车 他在门口这听着 差点没把这个小子 哭胆吓唬 谁的话 我怎么办 两帮来了 武功队卫强来了 这我这脑袋还有吗 有了 你们要诈话武库 我赶紧通风报信去报告左腾 让左腾狗老挝把你们都逮起来 那个时候 我副队长就得转正了 这个小子这么想 所以这个小子才到东炮炉去报告左腾 左腾领的小队 这才要攻西炮炉 可没成想在背后有人打了枪了 这就是卫强的高明之处 贾政他们在后边开了火了 贾政后边一开火 卫强他们从楼上往下打 双面一夹击 鬼子这一小队全被报销了 咱们八叔说快点 鬼子一报销 他们下楼一看 跑了小队长 左腾 他上哪去了 可别让他把那个船拐跑 赶紧动 水边一看 船没了 怎么回事 这左腾知道不好 架着小块往东跑 他又逃跑 只要到对岸 他就跑了 他真划着船往前走 就见前边的水瓶上边来了个老太太 这个老太太 他脚踩着水瓶入履平地 左腾一看 这是人还是鬼 一谁手把枪拽出来 啪就一枪 这一枪打出去了 老太太没赢了 他正捉不上哪去了 他脚上呼啰一声 怎么呢 船底下有人把那船给弄翻了 这小子从落藏狗了 老太太手里拐棍 啪一棍 好嘛 把这个小子给打死了 老太太就把五人仓 又使回了水边 天光之才带着两帮围墙等人 带上了地雷 通过秘密通道就来到了湖心岛 到了湖心岛把那地雷围着化物库就埋了一圈 然后拉着造火索 离开一定距离 一拉就去今天动掉 化物库被爆炸了 炸了化物库 卫墙等人凯旋回了东方庄 老百姓热烈欢迎此时刻天光大亮了 48名儿童已经被送回了家 老百姓庆贺胜利 转过天来召开了公审大会枪毙了刘培生 林奎盛被枪毙了 对了 为什么呢 这个小子最大恶极 抗日政府宣判他十大罪状 各位 书说的这个已经是抗日战争最后一年的1945年 单表这一天 八路军主力部队开下了太行山 围攻保定城 命令八路军武功队第一小分队尾枪 插进保定城 打掉敌人的县兵司令部 尾枪带着小队 这才冲进了保定城 一看 敌人在大肩之上埋了好几道攻势 但是同志们 猛虎下山一般冲破了一道又一道 就见在前面的一道有敌人的攻势 这个攻势比较牢固 有机枪小炮 一炮正好落在卫强的身旁 郭小徒一看 对着 上前一扑就把卫强扑到了身下 炮弹可就炸了 郭小徒身负重伤 卫强把他抱在怀里 小徒小徒 郭小徒抬起脸来看看卫强 对对对的 我死了把我买买买 让我爹的爹的肺 王立党放声大哭标的 李东山一看吹响着冲锋号 八路军武功队往前冲杀 很快来到了现兵森林布 一看大门两旁一分 老鬼的松田推出一个人来 谁不是旁人 正是卫大娘 老鬼的松田用枪点着卫大娘 卫强 投降吧 再不投枪 我就把他打死 卫大娘说 咱们又见面了 别听鬼子打 开枪 打死他 打死他 卫强不敢打 为什么 他一动手 自己的母亲命就没了 老太太一看这怎么好 往旁边一看 看见一个鬼子 磊下跨了一口刀 心的话我撞他吧 我撞他 这个小子要把我打死 我儿就开枪打松田 这老太太往那一头一顶 老松田冲着老太 啪就一枪 在松田的身后站着人 谁呀 正是刘葵花 老松田的秘书 把谁的一顶 啪 这一枪正好打中他 扑通光荡 栽倒在地 卫强啪 一枪 就把老松田打死了 再看老松田身后 有个版本要打卫强 被假针 啪一枪 打死了 就这样 五国队消灭了敌人 八路军十八团的团长李新田 带着同志们 给卫强回师 红旗报捷 李新田告诉卫强 卫强 铁鹰是谁你知道吗 他就是刘葵花 在宪兵司令部 他曾经两次见到你 他一直爱着你 卫强心里感到一阵的愧疚 他对不起刘葵花 为什么 没有爱情 有同学情 同志情 再看着刘葵花睁开眼 一部《现代长篇评书》 《帝后文队》到此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 《帝后文》到此时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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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后文》到此时的计划